岳飞下令处死40个逃兵,心软留下一人,此人成了世界瞩目的名将都知道汉山义,汉岳家军男,令金军闻风丧胆的岳家铁军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,如果没有严明军纪管理,再厉害的军队也会变成一盘散沙,一代名将岳飞以赏罚分明著称,军中出现逃兵,暗律当斩,是什么人让岳飞也心软放过,留了他一条性命呢? 免饿其黄一千里,更无人说岳家军,宋人的这句诗表达了岳家军消散之后,朝中无军可用的尴尬境地,以及人民对于岳家军的怀念。 古往今来,能打胜仗,所向披靡的军队不少,但是真正能被百姓记住,乃至一直被人们传送的军队却不多,因为军队代表着战争,预示着离散,只有真正把百姓当作家人爱护的军队, 才会得到百姓的爱戴,传唱不绝,南宋岳飞的岳家军就是这样,很多人都知道岳家军不仅路上作战勇猛,却很少人知道水上作战, 岳家军同样无可匹敌,而岳飞主要依靠的水军将领之一便是李宝, 李宝曾指挥若定,以少胜多,被载入了世界军事史册,可是谁又能想到,这位明当年也曾做过逃兵呢? 如果不是岳飞的疑念之人,他说不定早就成了刀下的亡魂了, 那么,岳飞和这位李宝水军将领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呢? 南宋绍兴十年,连战连结的岳飞已经将金军打得溃不成军, 金国的实际当权者完颜悟术被迫退守开封,可在岳飞的步步紧逼之下, 完颜悟术最后只剩下的一条路放弃开封府, 渡河北顿自从南宋建国以来,还未品尝过如此畅憨淋漓的胜利, 一时间将金军赶回老家的呼声异常高涨, 可就是完颜悟术打算渡河的时候有人劝说他。 不要着急过河,岳飞虽然能打,但他终究是个带兵的武将, 自古以来都没有权臣在内,大将能再建立不是之功的先例, 并断言岳飞的好日子快到头了, 完颜悟术信以为真,便决定再等一等, 南宋前期水军建设,近人谈两宋,多论其鸡贫鸡弱, 这种论调虽然不是很全面,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事实, 比如南宋初期的水军,就算的是军事上的一个短板, 汴京被迫之后,北宋在金人的马蹄声中宣告灭亡, 照够逃到南方,收拾起剩下的半壁江山,建立了南宋。 东南临海,且水道众多,在南宋刚成立的时候, 朝中大臣李刚看出了南方是河水战, 向皇帝提出了兴炼水军的建议, 皇帝也派了一些人各地视察,了解情况, 但是后来李刚离职,此时没有人继续跟进, 也就不了了之了, 但是,此时金人却一直南宋仅存的半壁江山虎视眈眈, 1129年,金人再次挥石南下, 临安府陷落,而南宋的水军在金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, 皇帝不得已只得逃往海上, 也多亏的金人只是在沿岸截略, 没有大举入海追击, 宋高宗免于了和他父兄一样的俘虏下场, 经过这件事之后,宋高宗痛定思痛, 开始下大力气整治水军, 但是由于南宋初年形势混乱, 朝廷没有太多精力投放在军事上, 于是各个将领开始自发的编练水军, 而且颇有规模, 当时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骏等将领手下都有大批的水军, 岳飞自然也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。 1135年, 岳飞在洞庭湖镇压了起义的洋妖军队之后, 便把军队中几万善于水战的士兵收入麾下, 这也是岳飞编练水军的一个转折点。 在此之后, 岳飞开始大力编练水军, 并且有了李宝等重要将领, 事实证明, 操练水军的决定十分正确, 因为长江一线一直是抗金的重要防线, 水战也成了宋金战争的重要形势, 岳飞的水军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 而水军将领李宝也凭借自己的能力一度挽救南宋于威王之中, 总之, 落后就要挨打, 这条铁律无论放在哪一个朝代都是合适的。 正是有初期, 北金军追得前往海上避难的狼狈经历, 照够才会意识到变念一支强大的军队的重要性, 南宋才会诞生出如李宝一般的著名将领, 那么, 李宝究竟是何人呢? 逃兵成名将, 在李宝去世之后, 朝廷给他的嗜好是忠勇, 然而在李宝年轻的时候, 却一点也看不出忠勇的影子来。 李宝是兴仁府人士, 史书记载他年轻的时候少无赖, 尚气节,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混子, 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, 同乡人的人都看不起他。 给他取了一个破理三的外号, 然而, 一向破皮无赖的李宝竟也有几分民族血性, 在家乡被金人攻占之后, 他拉拢了一群人去刺杀金人的官员, 可惜的是, 没有成功, 失败之后李宝就逃亡了他乡, 后来经过了一些波折, 投入了岳飞的麾下, 成了岳家军的一员, 但是军营里的生活与李宝想象的并不太一样, 这里并不是每天都会上阵去和金人拼杀, 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军营里进行日常操练,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, 李宝就感到厌倦了, 开始想念家乡的人。 有了逃回家乡的想法, 于是, 李宝就在军营纠集了和他一样相当逃兵的四十个人, 大家一起约定夺船离开营地各回家乡, 但是他的谋划还没来得及时时就暴露了, 四十个人一起被抓了起来, 带到主帅岳飞的面前, 按照军中的纪律,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, 那就是被处死, 但是在这种生死关头, 李宝丝毫没有畏惧, 反而大声说道, 逃跑都是我的主意, 这和他们没有关系, 岳飞看到这个凛然不惧的年轻人觉得很惊讶, 同时也在心里生出了一点欣赏的感情来, 于是他赦免了李宝的死刑, 改为三十九日监禁, 事实证明岳飞是有识人之名的, 在后来的战争中, 李宝真的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勇气, 他曾潜入金军后方, 打得金人措手不及, 也曾在水上与金军正面对战, 打得金人丢盔卸甲, 狼狈逃窜, 一位名将渐渐在战火中被打磨了出来, 总之, 岳飞的一时人念, 少杀了一个逃兵, 却让南宋多出来了一个勇猛的士兵, 一个善战的将领, 曾经因为斯嘉而约伴逃营的小伙子, 已经在战场上的浴血拼杀中迅速成长了起来, 成为了一个可以独挡一面的大将, 那么, 李宝到底立下哪些战功呢? 威石网狂澜, 李宝孔总一生, 立下的功勋难以技术,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陈家岛海战, 1161年, 金主发大兵60万南下攻颂, 准备由杭州湾登陆, 见封直指南宋的首都临安, 此时岳飞父子已经被驱杀在风波亭, 朝中文五百官, 连同龙坐之上的皇帝, 看见来势汹汹的金兵, 全都手足无措, 这时, 一个人站了出来, 他就是岳飞的旧部李宝, 李宝主动请英出战, 带领120艘战舰, 3000名水兵出发了, 这场战斗双方实力悬殊, 一方是来势汹汹, 准备将南宋江山惊吞狼使的金兵, 一边是数两西上, 匆忙之间凑齐的宋军, 在交战之前, 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, 应该没有一个人能保证这场战一定能胜, 但是, 李宝义无反顾地出发了, 岳飞虽然死了, 岳家军虽然已经随着岳飞的死亡, 而烟消云散, 但是李宝身上还留着岳家军的惊魂, 浴血沙场是他们的宿命, 所幸, 随后天命还是站在南宋这边, 最后李宝胜利了, 他以3000水军, 全坚了金军7000人,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, 英国人将这场战役收录在,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战役一书中, 还据此将李宝称为世界级名将, 总之, 陈家岛海战对于南宋意义重大, 如果没有陈家岛海战, 以及后面一系列战役的胜利, 南宋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, 毫不夸张地说, 李宝在这次战役之中, 在巨浪狂潮之中, 浮起即将轻颓的南宋王朝, 改写了历史的走向, 在陈家岛海战的时候, 岳飞已经入世将近20年了, 在岳飞死后, 他的旧部也大多遭到打压, 曾经威震天下的岳家军, 早已经英雄末路, 不复以前的风采, 但是岳家军余威还在, 岳家军的军魂还没有从这个天地间完全消散, 岳飞没了, 但是李宝还在, 这个曾经被岳飞放过一马的士兵, 成了新的支柱, 岳飞当年的一念之差, 无意之中为南宋留下了最后一线生机, 在20年之后挽救了南宋的命运, 哪怕南宋群小并进, 但是只要这些英雄在, 天地间就有光亮, 飓风瞬息, 以为可航, 比未必不朝夕为趋夕迹, 然而未能淹, 短于舟, 疏于水, 巨无唐岛只有李宝在尔, 李宝从一届逃兵, 最终成了明镇天下的海军名将, 这其中不仅有他个人的军事才能。 更离不开岳飞的慧眼石珠, 只是南宋终究已经日落西山, 在高层的求和心态之下, 纵使李宝也无法挽救南宋的江山。